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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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的大乐现场真的是破音最平凡的现场啦 来来我们就带你们感受一下被妈妈支配的口气 哎同样还是武力小天exo一旦穿上了这个白色打歌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必然会有翻车的时候寻血 敌总喂 敌总有什么 敌总的情乪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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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是BTS防弹上京团 最经典的一个名场面 就是他们在唱 无法传递的真心这首歌的时候 田舅国的听众大哥破音之后呢 也是憋笑了 憋出眼泪了 别哭 憋笑别哭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呢 依旧是防弹 虽然破音了 但是依旧很可爱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笑破音了 然后成员们的反应都非常可爱 还有这个就是子鱼的高音球战 接下来呢 是高7 在电台直播的时候 龙仔唱Face时候破音了 同样呢 也是电台直播的时候 安娜又破音的手 哈哈哈哈 我现在不见得过了 我都不见得过了 我都不见得过了 我差点了我 哈哈哈 接下来呢我们也整理了好几个韩团破音的可爱的瞬间 也是分享给大家 好可爱 幸福有恋 浪费 awkward 浪费你 捏压 坐回本命由 搜索左侠的ぞ 拿棒酒呀 拿棒 好好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华语歌手了 号称是行走CD的JJ林晋吉 他的唱功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这一场 据说JJ是得了重感冒之后再去演唱的 但是能唱到这样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还有这场据之后啊 这身脸迅速的红了 其实我觉得呢看到JJ破音是蛮难得的 所以呢为了满足大家 JJ就在节目中在线给大家表演了一个破音 有一个奢望就是不知道有声之内能不能听到JJ这一次现场的失误 没有 破音也好 我来一句吧 关注要让你们听一下 请欣赏林俊杰表演破音 还要怎么说出口 接下来呢是Nine%的Justin黄明浩 他能号称是破音小王子 他人世朝在破音 其实我觉得他蛮可爱的 我也觉得 哇 他一剑活上 一剑活上 杜江哥 天爱姐 不要炮 就是你 不要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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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没有人来打我吗 打我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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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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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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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啊 六千万 说到破音怎么能少了我们的何长熙呢 何长熙不能没有姓名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想成为九人团里面的舞蹈担当 我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啊 我再来一遍 我想成为九人团里面的舞蹈担当 我可以吗 可以 啊 我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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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可以吗 我可以吗 我可以 还有那是五月天的阿信 她也是破音没在怕的 主唱打人虽然破音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 主唱的专业素牙 辣椒耳朽 其实呢我们两个整理这期视频 完全没有任何恶意 真的真的没有恶意 只是觉得呢 真的还挺可爱的 而且那里想把快乐圆圈分享给大家 嗯 仅此而已 所以呢 喜欢我们这期视频 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哟 嗯 如果觉得好玩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发打一声就发啦呱呱呱呱 那好了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嗯 等等给我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